在古老而神秘的大咖镇 住着一群龟隐的大咖 他们过着安详的生活 直到有一天 长寒笑 滔滔两岸 喂 传选二 来课了 客官 那个游船五元 你不想打我钩吗 你不想打我钩吗 卖墨镜 二王神牌的墨镜 保护你的眼睛不受伤害 如果不带 别人就得受伤害 好了啊 我们有两只眼的 三只眼的 哥们 你干啥呢 哥这 幼稚点 哥们 差点被你射死 接着 抗龙牛鬼 小龙十八掌 果然名不虚传 先生需要贴膜吗 小龙反 先过了这一关再说吧 没有 赵净 你怎么说 再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 你怎么说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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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大晚上的把我們找到這兒幹嗎啊 就 對啊 今晚江湖上交友一場惡戰 我希望你們馬上跟我走 去 你跟我打車呀 我還在做餅呢 看來我只能使用我的捲招了 天空轉移 快速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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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停 停 停 这里是哪里啊 我们好像穿错了呀 这位是 不要动我的人 西米达 人呢 不要挡住我的镜头 西米达 我最讨厌高的人 西米达 我的公主 西米达 就是我最喜欢的睡眠人 让睡眠醒过来只有一个方法 就是真爱之吻 张杰 对不起 停 谁 是谁叫我停 不要挡我的镜头 你挡住我的镜头 我是来自西欧记里的 玉华中大王子 我是来自精灵国的精灵王子 我是胖王子 我是大胖子 听说睡美人在这儿睡了几千年了 所以我们要吻醒他 好啊 是谁在这吵闹 啊 哇 哇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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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四位是吻不醒睡美人的 只有他的真爱之吻才能够唤醒他 事实上我也不需要吻他就可以把他唤醒 你们不要忘记 我有雷神之锤 哇 各位 雷神之锤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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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谁谁哪儿 什么事儿 好 醒了吧 我怎么醒了 是你把我救醒的吗 啊 就打了个雷啊 那你是真爱之雷 嗯 啊 当时我睡去的时候说 谁把我叫醒我就会嫁给谁 那么也就是我要嫁给你了大胡子 那 你不如还是去睡吧 不是吧 哎呀 睡吧 在台上说睡就睡 太不尊重观众了 好好的雷神之锤 醒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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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我又被劈醒了 有完没完啊 哈哈 请睡 够了 不要愿意再来 不如把我们劈死坏了 好 再次感谢我们下车老师来试试 小天团 大家觉得今天何老师的这个造型怎么样啊 我一直说何老师特别适合留长发 可是他一直不留 我觉得你真的好看 我跟你说留长发没问题 但是必须配胡子 如果留长发没胡子 特别娘 娘啊 娘啊 好的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健康美丽和灑油 天窝蜂蜂柚子茶百变大咖秀第五季的百变魔幻夜 欢迎各位 我们一直在期待魔幻夜 因为知道很精彩 可是也知道魔幻夜是这一季的最后一季 对 我们第五季呢 就是在今天的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但是没关系呢 其实第五季的结束 就预示着第六季应该就很快会到来 我真的觉得欢乐的时光实在是太斩转了 没事行吧 再说一遍 所以欢乐的时光真的是太短暂了 那今天呢我们的百变魔幻夜呢 我们会有两支队伍前来比拼 而今天呢我们的观摩嘉宾不再需要打分了 而有我们全国各地来的我们的100位的观摩观众 来作为我们的评审 而今天呢我们有两支队伍 一支队伍叫百变队 一支队伍叫做大咖队 那大咖队呢 我们有这个花花华晨宇的助阵 而我们的百变队呢 有甄嬛前来助阵 我 甄嬛她是一个剧里面的人物 是啊 她也来助阵了 你看一下VCR你就知道了 非常地惊喜 我们一起来看 好 一起来看一下 我是华晨宇 今晚冠军 废我莫属 村里村外 嘿嘿 都是我的粉儿 最壮硕的同怯公众 最坚定的夺冠决心 我黑得像个梅 倒内心像好火 今晚冠军 对 我莫属 挂的敌重怎么跟我斗 我是甄嬛 我们为冠军而来 我们的组合叫復古 你跳你的孔雀舞 我们会跳各种舞 我们会跳各种舞 星虎组合 谁敢奈我和 您是爱看一块梅 还是爱看我们古今中爱 四个白富美 我们为冠军爱 你笑什么 你脸上看起来真的很脏 你脸上看起来真的很脏 你说我 你的讲法看起来好便宜哦 其实我也是觉得哪里不对 因为这个颜色的没有贵点 我美丽的装扮 被这头尼龙的 我们爸给害了 好了 那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一组明星是谁对谁 来 各位请看 好 百变队呢 派出的是王月欣和虎虎 那大咖队呢派出的是孙浩 好 首先上场的是虎虎和王月欣 对 他们今天因为是终极对决嘛 所以都使出了自己杀手锏 比如说像虎虎在这一季里面有一个魔咒 叫做张学友魔咒 他今天就干脆办张学友了对吗 对 那今天王月欣呢 要再次使出他自己最拿手的这个郭富城 郭富城 所以是天王被天王 你不是可以学郭富城 你用这个长发学一个郭富城 大家好 我是郭富城 哈哈 一点也不是 假发我可以 今天不管你怎么选我 我只要说你假发便宜 你就没得反驳 那个小蟹带话如果再准备 别这样 别这样十几块呢 好了 好了 我们要请出我们的这个模仿 首先是虎虎王月欣 看看他们的表现 我是虎虎 我是王月欣 我们是百变星虎组合 我模仿的是张全友 我模仿的是郭富城 百变大开秀第五季的舞台上 在我心中 我还是那个可男可女 我一共试了六个 我一共试了六个经典角色 我一共试了六个经典角色 在我心中 我就是那个最强的百变星君 在百变大开秀第五季的舞台上 我一共为大家呈现了七段完美的演绎 好的老大 百叉每天嫌我比他好看 在我心中 我还是那个可男可女 可人可腰的糊糊 我捣过膜 我也捣过 我捣每个膜都很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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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学悦 但是今天我们不捣膜 太好了 让我们强强联手 干掉瞬间 劈掉黄一新 向冠军发起冲击 加点热水 两桶一起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寸光阴 很久不见晨晨还是迟到 对不起 我来玩了 嗨 晨晨 我知道你也很久没有发过新专辑了 很想听你唱新歌 其实我是歌神嘛 这一辈子唱过很多歌 现在我想换换口味 我一般都唱别人的歌 那你最近都唱谁的歌 你的 你可以吗 当然 不要再重来了 哎 唱得不错 走走走 我最近呢 感情呢 是遇到一些问题啊 大家都以为我喜欢你啊 怎么可能 这就是爱 如果这都不想爱 我有什么好为爱 谢谢你这看看 是我自己活该 对不起啊 哎 停 听上去好像还蛮活该的 但唱得还不错 哎 杰基 我们两个兄弟这么多年 好像还没有一起合唱过歌曲啊 对啊 你看啊 我听过你那么多歌 我也听过你的歌啊 我的大哥哥 我并不在乎你的心情你的喜乐 我是否可以问 我是否可以问 问问你的心灵 我是我的指引 我要多一个朋友 只愿用你的声音来办我的左右 我一定请你 用最美好的旋律 伴你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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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左右 我听过你的歌 我听过你的歌 我的小晨晨 我祝你万事如一样 渐渐开心 我重新谢谢你的后 爱你的真情 我会把这一个瞬间 用音乐 用音乐 送给你啊 谢谢 掌声给两位 中间聊的部分 有一种快进行不下去的音乐 然后两个人从头到尾 都非常像 无论是唱还是说 他真的很像耶 王雨昕都脸上都没有动什么地方 对不对 因为你们待会儿看那个后面的节目 都知道那个导摩的钱 全部都花到他们身上了 所以今天呢 我们两个人就是要做回自己 就是不用导摩 你们会不会有本吗 本一照吗 他们可能也有一些纯津的故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 很精彩 很精彩 可以 给两位这个掌声啊 对 掌声 听听看王子们的点评 就外形都没问题 但是那个闭上眼睛我还注意听了一下 王雨昕的郭富城我以为是那个曾志伟老师在说话 你说一句大家好我是郭富城 再说一个大家好我是曾志伟好吗 来 预备一起 大家好我是郭富城 好 接下来 大家好我是曾志伟 曾志伟了 我要提高这个声音了 是是是刚刚的 许租卫老师今天到底是王子还是一个妖后 今天模仿的是那个河豚是吧 我觉得他们是知道你们今天不打分了各种怼你们你知道吗 好 接下来呢我们交给我们今天来自全国各地的一百位的观众朋友们 请大家做好准备拿好我们的投票器 各位 谢谢 请准备 很高的观众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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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要上我们的曾浩了 曾浩这次的倒模非常非常之翻天好 因为她的倒模 所以王岳勋再没有费用可以倒模了 是 而且我觉得 你发型的钱可能也用到她的倒模里面去 刚才是这样的 有一个小小的插曲 作为女主持人心里有一点难受 我就问到我们的化妆师 我说我这个头发跟她不知道大概就是差别在哪里 就是费用方面 她说差不多 说明是你的脸让这假发看起来便宜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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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弓箭吗 精力王子 我跟你说 不用 我今天 对 就不用弓了 我今天要当着所有人的面做一件事情 干嘛呀 再 剑 哦 连我的剑都觉得便宜了 太坏了 今天男子太坏了 好了 孙浩已经准备好了 她今天很辛苦 因为她今天倒模整脸 而且她待会还要来演唱一首很有难度的歌曲 她今天倒模应该用什么来形容 她倒模的丧心病狂呢 好 我们欢迎三号 出名 麦片大咖秀 你入大咖身四海 从此本尊四路人 我叫孙浩 从我第一次来大咖秀到今天 207天 你演四个角色 等过一个总冠军 第四季的魔王是孙浩 我觉得模仿的境界在于放下自己 放下自己内心里 有小自尊心 小雄心 而且模仿不在于最后是否胜负 而在于你向角色靠近 向那个人物靠近 跟他融为一体 今天我要模仿我的一位好朋友 韩磊唱一首《红燕》 《红燕》 《天空山》 《红燕》 《对对抬抬抬抬抬抗》 《江水长》 《秋草荒》 《红燕》 《草原上情深忧伤》 《红燕》 《红燕》 正当孙浩沉醉于模仿韩磊的时候 殊不知本尊已经悄悄来到现场 《红燕》 《红燕》 《香倡侠》 《红燕》 《夜空有多遥远》 《先 experience demotion》 《酒荷剛灾塵煩》 今夜不遂不慌 秋何干 灾尘班 今夜不遂不 我 鼻子不透气唱歌 他全脸倒膜这个是啊 刘吉方浩子团队帮我们做的吧 对 然后我就觉得 其实寒磊是我哥们儿 但是我觉得我把他弄得有点胖 这不怪我 这不怪你 对 寒磊老师本身比你还 没有没有 你知道那个寒磊老师给平衡感觉就是酷酷的 不可能就是至少不能敬脸的啊 让我过个瘾啊 对 我就 寒磊老师还是唱啊 怎么这样啊 对啊 这个脸摸上去就是稍微有点点大 但是还是还是那个手感很好 你们俩为什么要玩寒磊老师的脸 我们一辈子都可能玩啊 对啊寒磊老师在我们哪敢 那个灌篮高手里面玩的 对啊 还是教练 我觉得你们这个这个真的脸有点大 我觉得这倒成了寒红 没关系也是我好朋友 好 我们问一下观摩嘉宾看了 你把好朋友全得罪光了 对 你还会有好朋友吗 问一下观摩嘉宾看完刚才 在孙昊这段表演之后的点评 孙昊你唱自己的歌都没唱 韩磊老师的歌都不好听 而且你鼻孔不通的时候 唱得真好听 我觉得孙昊这个牺牲精神真的太大了 但是倒了真的有点过了 我觉得我觉得有点像复活倒那个 对啊 哦 巨石症 我觉得你们四个完全是诱导现场评委 原理了 观众的投票 对啊 表演是好的 表演是好的 这样吧 到底这脸到底大不大 倒磨倒的多不多 我们有一个比较 好 各位亲爱的朋友 掌声欢迎真正的韩磊老师 真的来了吗 太讨厌了你们 他还不知道要来 我跟你讲 这不怪我 你知道吗 等一下 哎 生气了 生气了 这完全不怪我 我跟你讲啊 我跟你讲啊 我觉得你没这么胖 这起 黄沉老师这样显好瘦 他刚才真的是在这个导播间看了你的表演 真的假的 像我们抛开脸肿了 这件事情不说 好吧 我们来听听看韩磊老师来评论一下 你要夸我 首先第一你会怪他吗 我眼神不敢往这去 实在不敢 我刚才在那个电视里看还好点 但是我实在是找出什么形容词 对 找半天没有 没有 现在我看是谁家藏我放出来 你绝对不能乱说话 你看我为了你 我说这怪 这倒成寒红了 我没说得像 这样吧 我们还是请我们观众来说说看 好不好 如果喜欢我们刚才孙浩的模仿的话 请按键支持他 来 各位 请准备 好 我们谢谢孙浩 好 我们同时呢 接下来 韩磊老师来了 我们当然在这个明天晚上的我是歌手的总决赛当中 我们会期待韩磊老师精彩的演唱 韩磊老师明天好好唱 今天来到这儿我们 对 明天好好唱 你有什么话要送给娜娜的吗 明天好好鼓掌 我会的 我会的 为谁鼓掌 我会的 为姓张的 我会是韩磊老师鼓掌 我喜欢韩磊老师 因为张是爱 他是喜欢好吗 好 好 今天来到我们的摆冰大会社会现场 我们这个韩磊老师也会带来一首非常非常好听的歌曲 叫《萨尔林多的梦》 我们掌声欢迎韩磊老师 谁把你送到我面前 变成无数美的画面 谁乱了我身边的长夜 让思绪多了自我导演 谁把笑话伤了半晚月 隐色光 拥抱我的黑夜 那是 萨尔林多的梦 成为我生命里的春天 萨尔林多的梦 躺放在你的双肩 三尔银朵的梦 我温暖了起点 三尔银朵的梦 银色里成旧烟 成旧烟 我温暖了起点 欢迎各位回到我们的健康粒混产 由《天文风幽幻茶》百变大咖秀第五季 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百变魔幻夜的 第二对明星的较量 我们一起看看是谁对谁 我们的复古三人组 我们的李博尔 刘维和元成杰 对的是村长瑞哥 接下来我们的复古三人组 又有一个全新的创意了 他们把费翔 蔡依林和谢娜 拼到了一起 我 对呀 模仿我 就是这些明星里面 就是我就觉得有土的有羊的 真的太有意思了 我真的很奇怪 他会模仿我哪一首歌 因为我有太多世界名曲 比如说 比如说很多啊 因为我真的不知道 他会模仿哪一首歌 会是菠萝菠萝蜜吗 好 我们欣赏一下 我们来介绍到复古三人组的精彩模仿 那是复古 歌舞传奇 上位大咖 大家好 我们是复古三人组 怎么老做这个首饰了 谁想 就土 当初想这个首饰的时候 你们干嘛去了 我还不喜欢那种自嗨的人 我好像对那都是 我还不喜欢跳舞 比赵瑟儿还僵硬的赵瑶 来吧 宝贝 讨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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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人组的意外 我还没说你呢 身材五五分的人 对耶 不知道为什么她今天穿这个衣服 显得腿特别短 身材五五分 既然我们都互相不喜欢 那为什么还要做组合呢 为了生存 天空飘来五个帅 那都不是事 争吵中云寒欢笑 嫌弃透着青木 这就是爱 大家好 我们是复古三人组 首饰之战要有要美 要有惊喜 我是飞翔 我就是娜娜 我就是佳娜 我是佳琳 你们开心吗 今天这三个大咖 将事无前例 进行歌舞混搭 在我道场 夜漫漫步行 睡眠的那晚许 别会静静姑娘 不要改变形象 她最爱你那猝狂的男人模样 带我到段龙时 还没有关闭的山东去 在你不停止的时空穿梭途中 提醒你五百年前的那段音乐 波罗波罗咪 波罗波罗咪 带我去 带我去 Bizim Becky 别笑 我 我也有 和我 好像 像在耳朵的冒烟 解开了情点 为爱求尽数千年的关键 正诉说遗忘的爱恋 第一夫人 请所有喜悲喜在我的眼间 让那些画面再出现 再回到闹时间 旋转 跳跃 我闭着眼 美成小孩不见 你沉醉了没 半雪 夏夜 我不惊险 模糊了年岁 那无等世界 远远看见 就像那一把火 就像那东风里的一把火 收拾光影冷暖了我的心窝 每次当你悄悄藏进我身边 花光照亮亮我 你的大眼睛 远远要闪烁 反复点小心 最亮的一刻 你就像那一把火 深深火光 照亮了我 我就是火 赵琳 我就是火 嗯 嗯 哦 冰箱哥哥哥哥哥 你没喝成我的歌 你听我说说说说说说 我的歌比你的火 你们俩得得得得得 别闹了一起快乐 卡卡的动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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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针跳针 白鞭打卡卡卡卡卡卡 已经是第五集了 我们喝沙沙沙沙沙沙 天我蜂蜜又热茶 看我们沙沙沙沙沙沙 你记住我们了吗 我们是 宝宝宝宝 宝宝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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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卡是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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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谢谢我们的SDD舞蹈天长 谢谢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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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的这个和舞真的太棒了 真的 然后每一段都很好 而且我 这个你真是尤其的美啊 是不是 我想问一下 为什么你的谢娜 是一出来就傻笑的 因为这是她的特色 因为我就是 看了很多娜娜视频 我发现娜娜特别爱笑 每次都 好了 好了 你有没有问过当事人的感受 有我的亲人在吗 有亲人在 就不要给刚才这一段打分 非常非常的精彩 而且我特别高兴是 袁承杰终于帅回来了 我跟你说 我当时看到肺响 在跳我的波罗波罗蜜的时候 我有一种升华了的感觉 家门有光 你知道吗 就是觉得我的音乐 不再是属于谢娜的音乐 而且我才发现这首歌 男生版本也很好听 他是男女老幼 每个人都适合唱 要不然他怎么成为世界名全 你说刘维今天依然是最美的 那种感觉状态 戴君怎么样 不是 你说刘维是最美的 对 我就不高兴了 何老师也很美 只不过这声打扮害了他 没有 我觉得也帅的 因为我当我唱到 第一夫人那句 我就觉得好帅 对 我就想唱 一二二一脚 是帅是帅的 来 我们来听看观伴嘉宾 对于我们复国三日组 今天的表现的点评 原生节那段是惊喜最多的 好帅 特别好 但是你看你穿的那衣服 跳得跟翘夕阳一样 好 精灵王子 我觉得是这样 三首就是耳熟能详的歌 三个经典的舞蹈 三个接近神经病的表演 技术女发疯的表演 然后我觉得我们看了 就像那种团圆饭 吃到那种杂烩汤一样 他们的节目欢乐度特别高 对 就是又好笑又温暖 而且我有一刻 我觉得这一季要结束了吗 就在那个欢乐当中 就会有一点伤感在里面 韩磊老师 刚才您看了这个表演 对于您的艺术世界 有没有一些冲击 你们让我感动是没有做作 完全投入到表演当中 没错 你们太可爱了 谢谢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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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高的评价 谢谢老师 赶紧也刘维 赶紧也问好 而且你出来的时候 对 韩磊老师笑得最开心 谢谢韩磊老师 我只希望韩磊老师 今天晚上看了所有的表演 不要影响到他明天正常的比赛 我们刚才看到王祖兰 那个笑疯了 我都不敢再表演了 不会 太好了 好 非常精彩 来 再一次掌声给我们的复古三人组 谢谢大家 好 期待观众们给他们的分数 如果喜欢他们 主要也就按下您的投票器 来 各位请准备 好 这是今天他们的分数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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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你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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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请休息 谢谢 谢谢 对 真是为他们高兴 那接下来呢 又是一个人单枪匹马 要来挑战复古三人组 是大家很喜欢的村长 对 我们看看李锐的模仿 我演过小姐 是吧 那流浪他在我这呢 说过相声 你是不是占我便宜呢 你当过村长 我是代理村长李锐 欢迎大家 但是模仿是第一次 不过这回却让我惊吩唯定 你躲在那边冒着我们的摄像 我很认真地模仿我的好朋友 容忠而将老师 他的相貌 他的语言 包括他的状态 可是我一切的这些努力 就换来了他的暗自窃喜 他虽然嗓子好 但是他模仿我 模仿的肯定不好 让我自己成为了一个完美的A伙 这么快就到组决赛了 听说还要跟三个年轻人一起 比比赛什么复古 还用比吗 都这把年纪了 从来都不知道新日啥东西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一首 90年代的经典爱情歌曲 晚秋 在这个陪着枫叶飘零飘零的晚秋 才知道你不是我一生的所有 那多少往事飘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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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起所爱我到永久 想起所爱我到永久 心中藏着多少爱和愁 想要再次握住你的手 温暖的走后 冷冷的尽球 相逢也只是在梦中 怎么说相爱 却又注定要分手 怎么能让我相信 那是一场梦 情人去难留 我抬头望天空 想起你说爱我到永久 看着你远走 让泪往心里流 为了你已付出我所有 用雷把他劈醒吗 好 谢谢我们的温暖老师 谢谢 谢谢大家 帅的帅 我跟你说今天是实现了我多年的一个梦想 什么梦想 我就特别想扮回毛宁 因为我20岁的时候有人就说我长得像毛宁 30岁的时候他们说我长得像李亚鹏 有没有 40岁的时候他们说我长得像雪村 这个像 这样祖兰直接来点评好了 我觉得都很像的 这个造型 一点也不像 一点也不像 就是唱得有点不像 解释一下 这个有什么好解释呢 我其实彩排是唱得比这个好得多 我也觉得 对啊 不如我再来唱一遍 那倒也不用了 我主要发现我师傅来了 坐中间了 你说良心话你把头杀一先 那师傅说这是谁啊 然后我一家说哎 李瑞啊 你不是 师傅特别那个亲热叫声 哦 我瑞瑞啊 你们人都是这么叫的呀 完全没认出来 对 蕾蕾 你瑞瑞 你觉得怎么样 我到现在都想不起 瑞瑞到底是长什么样的 不是 在姑娘台大家都叫她瑞哥 然后韩雷老师 我们第一次的台上叫她瑞瑞瑞 我觉得这个名字好适合这样跳舞 我觉得她的舞姿比毛宁陶醉多了 这个我要反对啊 因为跟毛宁比较熟 这基本上你的舞姿属于 生活不能自理 毛宁在台上可潇洒了 她唱歌永远都是 对 对 还有这样的 甩起来的那种 对 爱和愁 你后面那小姑娘脸都打肿了 想要再吃 你刚才一扇过去 那小女孩本来正在看 啪一下 对 真的 而且她本来扎了一个辫子的 都被你打散了 半边脸都肿了 哎呦 好帅 但是我要给她证明一下 我发了个微信给毛宁 你给她回了个什么 天哪 把我吓一跳 你把毛宁本人吓了一跳 不是 她的意思是说很像 有可能 真的 真的 好了 我们交给我们的现场 来自全国各地里百位观众朋友 来 就是我们的村长瑞哥的表现 喜欢的话就给她点赞 来 各位 好 我们谢谢瑞哥的表演 谢谢辛苦了 谢谢瑞哥 好 接下来是我们第三对明星的比评 一起来看谁对谁 哎呦 李斯丹妮 沈梦辰 艾飞 对应小天 小天 你这胆很大啊 小天好孤独啊 在那边 可是今天小天有备而来的 我知道她扮得人以后 我也觉得她特别豁得出去 我们来看看我们百变女侠 要模仿谁 我叫李斯丹妮 但她们都叫我老外专业户 所以我在百变大咖秀的舞台上 一直模仿是老外 我是艳唯 她们都叫我百变围 虽然我只来过一次百变大咖秀 但是我模仿的Lady Gaga 可是百变巨星 我是艾飞 她们都叫我大胆飞 上一次来我就扮演了我的超级大咖秀 Beyonce 大家好 我是沈梦辰 她们都叫我 玉兔金 是谁 是谁 是那 圆圆的 大家好 我们是百变女侠 不是武侠 是女侠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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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